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是萌萌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 就是旁邊 重量級 對,重量級的 機師 好多一周有機師來了 機師來了 真的,我們一直看那麼多空姐的時候 大家應該很後期 因為常常我們都會被問很奇怪的問題啊 我們這樣尬聊是不是 對我們的客人很沒有禮包 那請問一下這個重量級的來賓 我們的機師叫什麼名字 哈囉大家好,我叫我小哈 你們知道為什麼叫小哈嗎? 因為哈密瓜它有一種哈味 因為哈密瓜有一種哈味 它有一種哈味 它看起來像哈密瓜嗎? 那今天我們要來問他一些 什麼樣的問題? 我要先問,請問一下 機師是不是都很贏到 不是,問錯了嗎? 好,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要來聊比較正經的事情 也不能說正經 就是大家都會有疑問 因為大家在路上看到空服員的機率是很高的 但看到機師的機率是很低的耶 蠻低,真的蠻低的 重點上來提早會看到地勤 所以就會覺得說常常看到 但機師是很難看到的 你看到他 他可能也是走很快要出關之類的 或是有些客人登機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已經關門在裡面 我想知道,就是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請問你們是從哪裡上飛機 因為有時候就是靠一群空姐走過去 但你沒有看到機師啊? 有啊,其實我們跟大家走的都一樣 只是我們走比較快 我們走在空姐前面 然後我們就一樣從空橋 然後從正航門進去飛機的 那為什麼都是機師走在前面呢? 不能說今天我是空姐 我走前面你走後面嗎? 其實是可以的耶 其實沒有特別規定說一定要走在前面 很多原因是因為我們要拿著艙單 我們要先交給海關 因為那個艙單是交給我們 蛤?艙單是什麼? 我想應該是跟老東家一樣 艙單應該就叫做 GD 就是你們出關的時候呢 你給海關 因為那個上面會有機師跟組員的名字 它要一個一個勾才會讓你出去 不是說你搖到大白就可以走出去了好嗎? 可是我一直認為說是因為他們最大 所以就是照著這樣排下來的耶 其實並沒有耶 因為據我所知有幾家 他們就是飛雪人士走在後面的 空飛人士走在前面的 好 下次你們都考上 你們可以試試看啊 看你不會被哈太 你幹嘛? 我不敢 真的很多啊 對啊 你一個小小potato 就直接衝到人家前面去一個 憑什麼啊你 那我們現在就來問一下小哈好了 小哈你最常被問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最常被問到就是亂流 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問我說 到底在飛機上遇到亂流的時候 飛機會不會怎麼樣 事實上呢 飛機遇到亂流是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能做的事情其實也沒有很多 對 因為我們氣場雷達能掃到的都是水氣 那亂流它不是一種水氣 它就是一種空氣的擾動現象 所以呢我們是沒有辦法在飛機上預知說 什麼時候會有亂流 但我們可以知道說 在什麼區域可能會發生亂流 那亂流要怎麼解決你會嗎? 就是廣播趕快乘客做好啊 我跟你們說啦 亂流要怎麼保護自己 有沒有看到旁邊有一個小姐 亂流就直接抱住它就行了 知道沒有 沒有你可以先make一個亂流的那個PA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們現在正正通過一段亂流去 有亂流 快點快點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好啦 那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所以其實像一般的廣播上 或是民航局建議還是都會建議說大家 坐在椅子上還是要把安全帶洗好 喔所以為什麼常常上去 然後就覺得說一下又要叫我洗安全帶 一下要叫我坐下 啊我這不能去廁所是不是啊 就跟那個PA一樣有沒有 你在看電影 莫名其妙 飛個台北香港 又中文然後又廣東話 一直看不完 我的歐巴 可不可以快一點的講完啊 對 可是基本上其實有講說 全程都是建議你要細成 對啊 因為安全帶你其實可以調的比較鬆嘛 你其實調的鬆點其實是沒什麼感覺的 我想到一個奔放的語言嘛 客人就是很愛站 不能起來鎖起來 有有有有一次啊 有一次我就有一個客人喔 然後他又起來 就站起來嘛對不對 我就叫他說 欸欸 然後你知道他怎樣嗎 他本來是正常這樣走路對不對 然後看到我說 欸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就 喔OKOK然後他就這樣 蛤 好啊那我 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想問說 飛機上的排卸物是怎麼排出去 你們有想過這問題嗎 是從高空中這樣噴灑出去嗎 對我都想是高空中 我也有聽過這個 就是會凝結然後就沒了嗎 也不會掉到地面上啊 還是其實是有另外的處理方法 其實飛機上的話 我們的廁所是有一個Waste Tent 它是一個真空系統 所以它會把你們的排卸物 或者是馬桶裡面的東西 把它一路吸到那個Waste Tent 然後Waste Tent 會等到飛機落地之後 會有水肥車靠上去把它給抽出來 喔原來是這個樣子欸 我也是走在街上 有時候我就在想 天哪有飛機飛過去 它會不會直接噴灑東西出來 灑在我身上 哈囉 沒關係反正你也沒有在洗頭的 好也對啦 哈哈哈 好下一個 那我想問一下 洗手台排水水 是往同一個地方去嗎 沒有洗手台就不是走到Waste Tent 洗手台就會直接流到飛機的外面 外面會有一些 特別的裝置 它是拿來排水 它是加熱的 因為天上很冷嘛 那個東西如果沒有加熱的話 就會結冰 但它一噴出飛機的時候 其實在高空馬上就會氣 高空很乾 所以以前阿姐都會說 Tomato juice不要倒洗手台 對 但我立刻想到客人都會去廁所 能不出現這樣 啊啊啊啊啊 然後就會吐完那個洗手台 吐得超級滿 剛剛你的Tomato juice我要講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剩下的一些水 我們就會拿去倒在那邊 但是有顏色的東西 我們就不會倒在洗手台裡面 對 我們基本上會倒在馬桶 馬桶 其實真正說不想倒顏色的東西 也不是說不能倒 只是因為它 從飛機外面噴出去的時候 它有很大的機會會沾黏在飛機上 運氣月了一下 你就會看到一整條在飛機外面 到很大量才會 對了 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常常被人家問 然後我都不好意思說 就是喝水的這件事情 飛機上的水到底可不可以喝 因為我有聽說 廁所跟一般的飲用水都是一樣的 對事實上飛機上的水呢 只有一種就是都是飲用水 那真的是可以喝的意思嗎 沒有廁所不建議喝 因為廁所管路並沒有消毒 像我們一般在喝的飲用水 飛機上的廚房 我們的飲用水孔那些管路 都是有地勤人員在定期消毒的 所以那個水是可以喝的 那我只能跟大家說 我很少喝飛機上的水 我能自己帶就自己帶 我也是能自己帶就自己帶 那大家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我是建議啦齁 就是口水儲備多一點啦齁 我想請問一下 你有被空姐敲過門嗎 沒有 真的嗎 真的 那請問一下你有聽過有人被敲過門嗎 你可以眨右眼或左眼就好 呃 就眨右眼 他眼睛透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啦 正真一點啊 下一個是什麼 講到眼睛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在飛機的時候都要戴太陽眼鏡嗎 那有沒有跟一般人買的不太一樣 一定要戴太陽眼鏡嗎 很刺眼啊 那駕駛艙的光超刺眼耶 因為駕駛艙大部分都是玻璃 然後我們的光很強 比如在白天的時候 如果不戴太陽眼鏡的話 長期下的對眼睛是蠻大的傷害 老的時候很容易發生白內障 所以我們都要戴太陽眼鏡 只是說在太陽眼鏡上挑選 我們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像我們要買的話 我們要買不是偏光鏡 我們就是所謂non polarized的鏡片 如果你去買ray-ban好了 你就會在ray-ban鏡片上 看要寫ray-ban 然後後面想要自己寫個p 它就是偏光鏡 像一般的話 很多人開車都會買偏光鏡 它會幫助你在太陽很強的時候啊 或是下雨天有什麼 幫助你看得比較清楚 原來喔 可是飛機上不能用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新進的飛機都是glosscopy 都是蠻多的螢幕 有時候戴偏光鏡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比較特別的叫遮蔽效應 就是你會看不到螢幕上寫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螢幕上會不見 所以這個蠻小知識 其實很多人應該是不知道的 這個算是冷知識 所以以後如果姐要送給前倉 太陽眼鏡的話要特別挑選 對啊或者是你有白內障的男友之類的 好啦那還有下一個問題嗎 我剛剛看到就是 它的小鈔上面有什麼窗戶是黑的 請問你的小鈔窗戶是黑的是什麼意思 沒有就是有些問一些朋友他們有一些問題 先問我們說 在晚上在飛的時候 外面窗戶是不是都是黑的 白天當然不是啊 那晚上當然是黑的 哈囉 不過在晚上的時候 駕駛艙因為燈光可以調的比較暗 我們在看外面的時候 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星星 基本上 沒有沒有沒有 很多人真的 我就有看過 叫3L的妹妹進來 對 沒有就看到 不只看到比較多星星 其實也可以幫我們辨識到其他的飛機 因為飛機上都有燈嘛 那其實你可以跟外界的其他的飛機 做目視上的隔離這樣子 我還想問還想問 你在飛機上面看過最難忘的是什麼 空姐啊 奇怪 這什麼奇怪的問題 其實比較特別的是極光 極光 是飛哪裡會看到的 我們從北美飛回台北的時候 或者是從現在如果走西伯利亞去歐洲的話 都會比較容易看得到 所以看得到極光 那乘客也看得到嗎 其實乘客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大部分的乘客在那時間都在睡覺 但其實只要客艙很暗的話 他們把窗戶打開 然後極光只要稍微搶一點的話 是看得到的 你有看過嗎 我沒有 我看到非常多的客人 我頭很痛 哈哈哈哈 我有看過很多星星啦 因為我去機頭 然後他們就先把燈都打開 你看它多漂亮 然後把燈關起來 你就是3L的妹妹嗎 我就3L的妹妹啦 討厭 好啦 那基本上呢 我們今天的問題就到這邊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更多問題想問 如果你有更多問題想要問小哈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寄到我們的Instagram上面 然後我們也會請小哈 下次有可能再做一集 然後來專門回覆網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我們小哈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打開小鈴鐺 還有follow我們的Instagram還有Facebook 好啦 大家今天就到這邊了 掰掰 掰掰 小哈 小哈 你老實說 你老實說 你有沒有就是想要敲別人的門鍋 沒有 從來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 那好 那如果我是空服員的話 你會想要說 欸 這還不錯 想要敲我們嗎 不會 你竟然敢說不會 你竟然敢說不會 你完蛋了 你竟然敢說不會 給一點面子好不好 給一點面子好不好